開箱全球前三大市職公司 微軟總部就位在西雅圖 有別於其他科技公司 可以在樹中辦公 可以看到約兩層樓高的三座樹屋 員工通通可以在裡面進行辦公開會 每個樹屋能容納六到八人 揭秘科技新櫃 微軟鼓勵員工走出辦公室 激發職場靈感 我們對於AI的這個 Iteration其實是很快的 就是每一個疊代的速度 然後要追趕不同的 Deadline 追趕不同的東西 那其實蠻有條 這邊就是環境自然環境很好 然後有很多大自然的一個場合 這座科技小鎮 佔地約五百英畝 相當八個大安森林公園大 也吸引全球人才投入 約八萬名員工在總部工作 看準AI題材火熱 微軟也積極發展 生成是AI COPALA PLUS PC 它是真的融入了 這超級的AI技術 和紫磯機器 進入器材料 進入製造的AI 讓我們做一些東西 像有訊息 總部同樣在西雅圖的電商公司 亞馬遜 外觀以三座球形溫室 熱帶雨林為主題 是員工辦公 曬日光浴的空間 其中也有來自台灣的員工 我目前在亞馬遜待了五年 那我在亞馬遜的職位 主要是做產品經理 以及資料分析相關的領域 除了科技之外 其實我們內需也是越來越多 像是以生活面來講的話 我們會發現 這裡有越來越多的台灣餐廳 從微軟 亞馬遜 還有Google Meta園區等 科技巨頭匯聚 西雅圖不只被譽為AI首都 現在跟躍身全美新創重鎮 進修的美鳳一周 西雅圖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 淨好新聞